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赵左荣论化的时候 今天赵教授会和大家讲讲司法复合 司法复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人讨论 但我始终觉得由赵教授来说 给大家听一下就会更加深入 这个分析非常重要 刚才我在节目前和赵教授聊一聊 咦,真的有点感觉到又长了知识了 还有思考怎样呢?每一件事都有优点和缺点的 有好处有坏处 那我将时间交给赵教授 看看他对各场坚这次申请司法复合是怎样的 喂,赵教授你好 你好,大悠长好,各位网友好 第一,我们不讨论哪个人去申请司法复合 因为跟这件事无关 千万不要受了这个阿水的影响 第二就是不要受哪个法官坐在后面来听 然后批出来 我首先讲一下司法复合的精神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需要司法复合呢? 司法复合基本上最终的目标是用来去检视一下,检讨一下 各个政府部门一些行政的决定是否是出错 是否合乎社会的需要 以至到是否满足到整体社会大众的需要 因为那个官员本身的决定是为整个社会的福祉去做事 这次来讲 这个司法复合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 如果我说错了还是记错了 阿大悠长你更正我 最主要就是说劳宠贸局长他批说在某一个时段 那个二万多个免斟子的医生证明书就会失效了 持有人就不可以进入任何的食肆等等 我先有没有说错 没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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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又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大卫sir你和我 都是因为身体有事情的原因是不能打针的 当然事实不是这样 我打了四针 但是举个例子 大卫sir你和我 都有一张医生证明书 我们有足够的病例 证明我们真的不能打针的 又刚刚遇上刚刚 你和我都找了那七个医生 有问题的医生 有问题的医生 有问题的有嫌疑的医生 因为那几个医生被審的 有嫌疑的医生的针子 你那个医生 我就是医生炳 那阿炳阿甲呢 这两个都在黑名单里面 好了 在你和我一张针子上 如果奴重贸局长的命令 是在明天生下 但明天我又出席一个 比我更年长的长辈的一百岁大寿 我必须要去 OK 好了 大卫sir你呢 就有个老友记 嫁女 你必须去老同学 结婚等等等等 原来这次你不能去 但是呢 我又不能去 我作为晚辈 他怎么向一个一百岁的老人家 本来要和他触售 我去不了 对我公不公平 不公平 对大卫sir你公不公平 不公平 好了 阿奴局长有没有考虑过 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 我相信他有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他是正常的 他不是不正常的 他是知道有这样的民生需要 但是 又不要忘了 整体的压力 那段时间 就是说很多社会上 很多人都在说 为什么要让那几个医生继续执业 为什么不立刻就说那些 斟子是没有效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这段时间大约10天左右 会不会 主要是这样 因为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还在香港 上个星期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看看 如果 那不是某某人去申请司法复合 那是我的晚辈 他觉得不对 因为那一百岁是他太高 一定要希望我去 所以他就去申请司法复合 是不是 因为司法复合是赋予老百姓 一般市民 就着一个行政的 一个方案 一个决定 觉得不公平 他马上去做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 你的亲戚 或者你的老同学 要嫁女的 或者要结婚的 他进去做 所以说 那一万 两万 差不多两万多 是不是 我忘记了多少数字 就算不是现在这个人 去申请司法复合 而另外一个人去申请的时候 当然 在那个社交网站 在自媒体里面 就没有这么多精彩的辩论 讲法等等 但是 在这个层面上面 我就首先 听大家网友 和大卫sir 先听我讲这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 这个是香港内部的事情 或者客观的事情 其实在海外 我们现在在澳洲也好 五眼联盟也好 欧美各国也好 自从港区国安法公布之后 就赋予某一些国家 别有用心的人 包括在香港 那个2019年之后犯了事情 现在潜途去流亡的海外那班人 他们就不断利用这种机会 通过他们的渠道 当然 个别这些人 他不是一个人行事的 他后面的那些人 可能是三个英文字母的等等等等 基本上现在我们查到的讯息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你看到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危机四伏 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话柄 这个话柄是什么呢 港区国安法公布之后 2020年6月30日公布 7月1日实行之后 香港就没有了司法 死了 香港的独立性 是没有了 虽然是没有三团分立 但是呢 独立性都没有了 完全那些官可以自把自为 如果大家同意 我现在说的第二个情况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又再同意我进一步去说的就是第三点 这一点就是说 今次这一件可以是可大可小 但是正正因为有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去申请 申请司法復行 我不提这个人的名字 不想和他宣传 总之大家都知道他列迹斑斑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竟然是歪心做了好事 当然他的理由是不正确 但是如果我是律政司司长 如果我是张举能首席大法官 我就会 如果我说我自己不是说他两位 我就会觉得 咦? 这一次是很巧妙地 巧妙地 将香港本来被人抹到周围都黑了 用洗洁精都洗不掉了 暂时来说 这个案件正好为抹黑这件事情 一次过洗干净了 为什么? 三个原因 因为这个申请司法復行的人 是 他的大名字 我扶着他 基本上 每个人都清晰 换句话说 如果香港真的好似西方 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来说 是极权的 没有自由的 没有司法独立的 这样那样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人的名字 哎! 没得申请 走啦! 一脚就踢他出去 是不是? 不是的 这次接受他 接受他那个 不是做戏那个 接受那个是外籍人士 外籍法官 我可能看这个方向 大家可能不同 但是大家反过来看 如果那个是我们同民同种的 啊!这些人在做气 是不是? 现在不是的 審他那个是一个哈佬大法官 是不是? 哈佬法官 这个 大卫长 有没有说错 这位 法官 是一个外籍法官 没有说错 是 是 使以降听众 说得很精彩 嗯 大家再用回看第四点 一个劣迹斑斑的人 申请科释 一个司法复核 一个被圈掩为 塑造为一个盲观黑帝的新香港 竟然不是的 今次 仍然是秉持 司法复核的精神 即使是一个 这么 威名 软博的 括着他的人 去申请 以至到呢 走过去的官 就批了他 听他的意见 就是了 而且这个官 还是一个外籍的法官 而呢 过去那段时间 在2020年 港区国安法公布之后 有不少的 也不是不少 应该说 有几个 外籍的法官说 我不做了 我退休了 我看不到我可以做任何事 但是这一次呢 这位外籍法官做到事 是不是 而呢 他是行使他的权力 没有人阻害他 所以大法官没有阻害他 这个律政司司长没有阻害他 唯一阻害他的 就是那些自媒体 大家在那里讨论 所以就说 亦都因为是这样 就去到第五点了 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本来 阿龙宠贸局长 他的权力是 真的可以 那二万多 是没有效的 但是阿龙宠贸局长的心里 挺清草 anderer 你知道 一排附近 我去參加這些聚會的特別是非常重要的 舉例來說我參加一個100歲的老人家的大壽 可能去完之後就最後一次了 即是很多問題 但是勞局長不需要想太多 因為他的職責就是要保護香港的醫療系統 一定要令到動態清零所有的東西 不可以令到疫情擴散等等 他做了他的功夫 但是他現在的做法 如果沒有一個法律程序 再去為他規限他的權力 而且是一個很清晰的指引哪些情況是這樣的 第一,他行使權力以後是怎樣做的 第二,我們剛才開始節目之前 有些旺約告訴你一個非常貼地的事情 原來除了這七個醫生 時不時有些比較寬鬆 對自己操守 比較鬆鬆的醫生 就會很隨便地為一些病人寫告架子 令到他不用上班 這些病人是否屬於欺騙 是否屬於痕騙 是否屬於痕騙 我們有沒有規限 有些法例規管他們也沒有 醫生 當他做醫生的時候 在醫學院裡面 有沒有老師告訴你要有一個操守 但是有的 他們一定要這樣去做 但是跟我們律師一樣 我們第一年上課的時候 就說你要這樣做 要不然你就違法 這時候我們有一個律師的操守條例 但是問題是在勞公子怎樣寫 怎樣做 哪些是可以寫得 哪些是可以不寫得 其實是一個主觀的決定 對醫生來說 是吧 同一個道理 對一個律師來說 他應該怎樣為一個 他的客戶去做相關和法律有聯繫的事情 都是需要很小心去處理 因為很多是敏感的事情 所以反過來 這次司法覆核 我們看到盧局長會應該會出庭 或者他的代表會出庭 或者他的代表律師會出庭 這個醫學會應該會有人在 因為這次司法覆核 不是審那七個有疑問的醫生 所以他們可以看哪些 但是醫學會本身應該有代表 因為是關乎醫生的職業操守 怎樣俗 怎樣規範 好了 當醫學會的代表去了法庭 說話的時候 就變成了法庭紀錄 這個觀點判出來的時候 變成了指引 所以對醫學會之後 對醫生入職的時候 和現職的醫生 他們繼續去培訓的時候 他們知道很清晰 因為這個病人有這幾個 需要有這樣的問題 出現的時候 有醫生子 沒有的時候 當然仍然有一個彈性 然後給賦予醫生一個酌情權 但這個酌情權相對於 以前來說 就不會這麼寬鬆 同樣的道理 盧局長 經過今次的司法覆核之後 有一個指引出來 所以他以後做事 就沒有人再指點點了 好了 如果又有同樣這些 這麼有威望 抗住他的人去申請司法覆核的時候 法官就很自然說 然後上一次 你走到一旁 不用了 不接受 拒絕 所以其實是一戰掃雕 但最重要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情況 就是今次的司法覆核本身 是向國際傳遞一個正面的訊息 香港不但沒有因為港區國安法 而令到香港的特色 司法的特色 本身作為一國兩制的一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它有一個非常出色的角色去扮演 所以整體來說 本來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地方圍著香港 包括在11月2日 就來了香港金管局舉辦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都被那個所謂超級大國的國會議員 在那裡叫那些銀行大班不要去 那些銀行大班都傻了 但是最重要一點 你看到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 有任何的可能性 他們都會去香港 所以當前香港特別行政區 以照整個管治班子 都需要齊心合力去做事 而作為市民 我會覺得香港的每一個持份者 包括我們在香港出生 居住在海外的華人 都應該盡可能去講好香港的故事 好 給你一個時間 達理先生 這個我真的學了很多 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觀察一件事 其實我認同的 這次的時候 其實他好像說得很有理有據 因為那時候 他說這個會影響二萬個市民 但是這個情況 我覺得他是挑戰特區政府的 剛才趙教授說了勞寵貿局長 這次可以借這個時間 去反映給國際人知道 香港沒有變的 國區國安法成立之後 第一件事 我們的司法是這麼嚴重的 可以吸引到國際上 對我們的抹黑 就不會再有太過理據 太過有理據這樣說 因為一切只是猜測 我們的司法程序是沒有變過的 另外一樣 衛生局 醫務衛生局長 其實這個權力就會變得 相對來說 就更加確實了 更加清晰 更加知道應該怎樣做 也都可以改善到 有一個最主要的情況 就是去令到整個體系 會更加完善 政府在做的方法 就會更加仔細 因為有報導說 這次有漏招 因為沒有刊獻 這件事是否會因為這件事 而有所改善呢 我們也想請教一下 趙教授 我會覺得現在的管治班子是積極很多的 所以基本上能夠做好司法覆核之後 我相信也很快 應該是下個星期四 應該是下個星期四 會聽十五 所以很快就會出來 當然 司法覆核說會影響二萬多個 醫生子的持有性 其實已經測驗了 其實我會覺得 我未看過所有 我也沒有資格去看每一個申請人的病理 因為我不是醫生 但我會覺得這次的指印中 會很清晰地有一個指印 很快就會決定這二萬多個醫生子的持有性 哪些是需要去打針 哪些是行騙 哪些是做這樣做那樣 所以說這個司法覆核本身 是為下一個階段 剛才要再加一點 就是當要起訴行使假文件 那些人的時候 包括某些公務員的時候 是有理有據 還有是省卻了很多 在公堂上大家的辯駁的時間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也是司法覆核本身 是可以令到行政的方案 越來越清晰 所以也是這樣說 為何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而行政是一個主導 回歸之後仍然在這個方向 所以行政本身是需要司法去提供一些意見 但提供意見之後 做的還有一些不清晰的地方 就是會修改法律 也都是立法會修改 修改之後就交給行政官員做 而也是為將來是否接受同樣的司法覆核 當然也會趁著這個機會 所以說法律員做所有的東西都會一籃子地修改 這個就是我剛才一開始講的司法覆核 那個精神在哪裡 不是浪費時間 不是浪費公堂 而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 今次是一次過 將內外、內部、香港整體 對整個司法制度的看法 是釐清它 但是對國際是傳遞一個正面的訊息 基本上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司法覆核 它能夠決定了兩個問題 歸納來說就是 勞局長以後的行政 給一個很清晰的指引 第二就是說 令到醫生、醫學會 要培訓醫生的時候 再一次提醒它 這次覆核以至審判這七個醫生 有問題醫生的判例 我有非常之把握的理由 相信會作為醫學院 培訓醫生道德情操的必修科裡面 其中一個 起碼一章一節的判例 讓他們細心去讀一下 是否因為這樣 你可能沒有了醫生牌 等等 或者停不下一段時間 諸如此類 所以是一個 來去就是那一句 就是那位 用我括著的聲明 那位福核先生 他這次做了可能是唯一的一件好事 嗯 明白 這個非常之有意思 我們正待特區政府對這件事如何處理 到時候如何答辯 以及如何修改法例 令法例完善 我們都期望特區政府是這個 我覺得如呂扑兵的一個時期 如何面對國際的一個挑戰 這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多謝趙教授和我們 這麼詳盡的分析 好嗎 謝謝 謝謝 我們下一集 趙宗盈論法再和趙教授聊天 多謝 謝謝 拜拜 趙教授 拜拜 拜拜